鉴定一下网络上班生物视频 这个属于海阔鱼家族里的一类 叫海神塞 听这名好像没念完 海神塞阔鱼好像才对 但是没辙它就叫海神塞 一般有大西洋海神塞 阴太阳海神塞什么的 在大海里漂浮着生活 注意啊这是它的背面 但是它平时不这么油 你看它是肚子朝上这么油的 洋涌 有些照片是人手拿着它 其实这样很危险 因为海神塞是吃水母的 你看这吃僧帽水母呢 多顺的话 它不但不怕毒 还能把水母的次细胞啊 存在它那几个翅膀上 那个翅膀其实是它的塞 这样它自己遇到天敌了 就可以遮人家 所以你看到它之后别拿它 你看这个是日本新疆之导水族馆 养的这个海神塞 正在吃银币水母 吃的挺高兴 咱们走了 牛转乾坤 全球不知道 这头牛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头牛 拥有323.740米长的牛角 德克萨斯长脚牛 这是德州的一个标志 德州的牛仔 放的牛往往就是这种 现在你去德州的一些城市 有牛仔表演的话 往往会出现这种牛 德州有一个篮球队 就叫长脚牛队嘛 又发现一个奇葩的虫子 这造型有点可爱呢 后面两条腿比较长 不知道有什么用 长腿追向 我也不知道那腿有什么用 但是我见过 这是我11年在台湾山里碰到的一只 当时新说这只后腿 怎么这么多装饰啊 好多小亮片 后来拍下来放大一看 小亮片上都长着腿呢 原来都是寄生的满虫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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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白无鼠 中国无鼠的种类不少 而且很多呢还挺漂亮 红白无鼠是最常被人拍到的一种 这些年各大新闻 只要一报道什么雪山飞湖 京县景区 不用看内容 一般就是拍到红白无鼠的 我不害怕 着身我在荒岛生存第六天 一到来醒来时 发现掌场场的时候 重来一个大冬瓜 特别重 应该一个七八十一 我是被车上的鸳鸯 我的世界已经绝望 叫人老天们给我力量 沙滩上好像有一个人 哇 竟然是个妹子 3月10号湖北武汉 一只鹦鹉在着日立 然后把扯下来的条状物插到自己的尾巴上 俨然像凤凰一样 主人不断的笑称这只鹦鹉是一个裁缝 这是桃莲牡丹鹦鹉一个标志性的行为 它在野外就会这样 要筑巢的时候 把各种草叶书棍插在自己后背的羽毛里 这样一次能带回去好多材料 被人养在家里呢 它还保留了这个细性 很多媒体报道的时候都说这是爱美 可不是啊 这美吗这个 它一回窝就自个全给拔了 下位你看今儿谁搬家扛着大衣柜 你过去说嘿这人真爱美 你看人揍不揍你吧 这个视频生病力太强了 从15年出现到现在 全国各地的网友都说是从自己家捞的 香江的寒江的渔航的 这又来个微山湖的 其实这是海水鱼啊 波纹裸凶扇 厦门管他叫虎曼 浑身粘不出溜的 但是做成虎曼宝什么的还是不错的 用三杯鸡的那个做法 吃不着也没事 你就去海洋馆看看 每个海洋馆都养着裸凶山的 身子藏在洞里边 露一大脑袋张着嘴 我们是全网赶直播红木箱 打包发货的商家 源头种植基地就是这么硬气 现在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红木箱 很多商家呀 园艺博主都在推 其实木箱只有俩色 白的跟黄的 根本就没有红木箱 所谓红木箱啊 其实就是几种藤本月季 我研究了一下 所谓四季红木箱 它的叶片细长的 花正红 它叫藤本红科斯特 是一种月季 还有一种甜蜜红木箱 叶片是正常的 花是粉色的 叫梅郎珍珠 或者是红罗沙粒 所以我建议园艺博主们 不要去宣传红木箱这个名字 因为人家有自己的商品名 最关键它不是木箱 它没有木箱那种独特的香味 你要当木箱买了 就会失望 红木箱这名字 就是假苗贩子叫起来的 你们就别跟人叫了 这是秦皇岛网友在海边挖的 以前叫哈士美人虾 现在新的观点认为 这个应该叫日本和美虾 俗称叫虾猴 注意这个不是楼姑虾 楼姑虾比这个要粗壮 而且没有它透明 虎杖 俗名叫酸杆之类的 阿山的时候很多人喜欢 就随手掰一根嚼着吃 很酸 现在甲苗饭 经常用它的根来冒充勺药 你在网上买那9块9包油的勺药 种下去 过以前一看我怎么窜这么高 那就是虎杖 还可以 这东西在山东一带叫扒皮狼 因为它的皮可以整张扒下来 正式名叫绿骑马面屯 如果把它去头去内脏皮也扒下来 动起来运到重庆 它就叫豪儿鱼 豪儿鱼为什么在重庆这么火 有一种说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重庆和青岛结成了友好城市 青岛定向向重庆提供了大量的豪儿鱼 无辣不欢的内陆重庆火锅 就有了第一道生猛大海鲜的招牌美味 但是有个问题啊 这个友好城市必须在是跟外国城市你友好 查一下重庆的友好城市 全是外国城市 没有青岛 倒是有个对口帮扶的名单 山东省是帮扶重庆市 但是这名单很晚才颁布 好像没有七八十年代就定下来 所以我比较怀疑这个说法 我觉得豪儿鱼 它就是因为个儿大小合适 又是动品刺又少 所以重庆人爱用它 跟别的关系可能不大 行最后看一个简单的水猴子 咱就结束 又是圆鼻巨蜥 她的视频经常被当成水猴子 就是这姑娘她喂神啊 招来了黄头妙龟和罗飞鱼 然后这圆鼻巨蜥呢 它就是奔着这罗飞鱼去的 这一看就是东南亚拍的 在那块那种景象太多了 好 下回攒够一波视频 再给大家介绍网络这边生物